好,各位同学呢,2017年第二季度五六七八月份雅思考月的新题已经出来了 其中有两道话题叫做让你描述一件艺术品 或者呢,让你描述一幅你看到的画 那这两个话题有点像 那你在回答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话题卡片 那其中你会看到呢 是不是让你有描述一下你在哪里看到的这幅画 你要说一下这幅画是关于什么的 你还要说一下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呢,为什么你很喜欢它 第一个小问题呢,where it is,它在哪里 你千万不要说它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No,你一定要把具体的街道名字给它说出来 我们来搜一个博物馆的具体的位置 尼克松第十一街,维多利亚州 大概走路十分钟的时间 那我喝一杯水,咱们就出发去博物馆 好,那导航说呢,走路大概需要十分钟 但我发现呢,现在走路三分钟 我们已经到了博物馆 所以呢,前面就是 诶,等一下 现在已经进到博物馆了 现在已经进到博物馆了 刚才那个博物馆的人说 I like your sunglasses 很喜欢我戴的这个眼镜 才不可以 但是这里是在乱里面的地方 觉得化妆 我来过来 我来自此是 那你不可以 我去哪里面的地方 我去哪里面的地方 我来自于是 你不可以 我去哪里面的地方 我去哪里面的地方 在天阳 哪里面的地方 我去哪里面的地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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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じ YOU zwei the artwork seems to be very high quality fit to a couple of museums within Australia 它似乎非常非常知晴的 很多识计时计时 很多识计时 带到它的内容 有很多关系 所以你能做到一些事情 在兴计时 我发现这些关系 非常有趣 一些地方 有些地方 提及的各种疗症 和很多人在小小小的病毒 同学们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关于雅思口语博物馆话题的一个答题思路 但还不构成一个考试答案 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考试答案或者说是答题方式的话 那请拨打下面的电话 薛雅思要留学找留学 那博物馆的体验基本上算完了 这个是当地的土著人 所以在西方欧洲人没来澳大利亚之前的这里 澳大利亚是相当于一个联合国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民主